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特别的是,经文中除了感恩与赞美之外,还隐含着更深一层的寒意 诗人透过这首赞美诗祈求天父继续祝福以色列 但这背后好像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67篇 诗篇第67篇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地已经出了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 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集都要敬畏他 诗人说 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原来诗人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所有的国家都能因为以色列所发出的光 而认识天父的爱和救恩 亲爱的朋友,愿诗人的梦想也成为我们的梦想 而且让这个梦想先从我们自己的生命出发 相信当我们继续从神的话语得亮光 凡是倚靠神恩典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能发出温暖的光芒 吸引更多朋友一起来认识神的爱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你以真理光照我的生命 并且帮助我可以让更多人看见从你而来的光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祝福你发出温暖的光 与神一起实现梦想 陪你读圣经,我们明天见 耶稣爱你,为爱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